小姐 有什麼話想說嗎 一下啦 跟我來 今天是你的Lucky Day 讓我教妳怎麼 一秒電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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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我是婷妍 老實說今天在這邊跟婷妍一起合作拍片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想起啊 我們第一次在YouTube亮相 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因為Voke的邀約 我們兩個人就因此而結識了 因為當時候拍片的時候我是25歲嘛 那現在我即將8月27 而婷妍呢也即將 實在是太神奇了 那雖然我在大眾眼中呢 一直被定位為是健身KL 但是我私下其實一直對時尚還挺有興趣的 那我真的很榮幸 因為在認識Yentity之後 他就會邀請我去參加台北市裝走的秀 那我每一次去看 我真的獲得很大的啟發 而且我非常喜歡 庭妍很優雅寬鬆又俐落的剪裁 彷彿男裝跟女裝之間完全不存在明顯的界線 也就是在這樣子的契機之下呢 我就鼓起勇氣問庭妍說 有沒有跨界聯名的可能 結果庭妍也一口答應 那這個過程呢 其實我們有經過將近半年以上的溝通 討論然後選布跟來回的打樣跟調整 才有大家現在看到的很漂亮 結合時尚運動跟優雅的休閒套裝 因此在這個影片呢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這款運動 結合時尚優雅的休閒套裝 並同時透過Yentity設計師的眼光 教大家輕鬆的幾個Tips 就能輕鬆搭出Instagram 歐美時尚運動休閒風格 那我們就一起開下去吧 好 第一套呢 是重色系穿搭 像我們這次聯名 其實我們有注入很多細節 在這套簡單的look裡面 那我覺得重色系穿搭很重要 還有一點是 因為你就是傳統的顏色 其實有時候看起來會很無聊 小小的細節就變得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討論超多次 前短後長的這個長度 對 前短後長 然後後背又有開擦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隱約的露出一點腰部的線條 對 以往衛衣都會用比較有紋彈性的領口等等 但我們這次也有點像小高臉 然後採用同款布 我覺得布料的選擇也很有趣 對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穿運動機能的衣服 它就是會比較垂墜感啊 或者是就是偏運動的感覺 但是這一款布料的話 其實是滿透氣還汗的 然後穿上來是挺的 對 有一點膨 對 有一點膨 所以像是我們運動健身的人 我們練了一點肩膀啊 背部的線條 然後穿上這個其實看起來 整個人是更有精神的 一點點小正式或者是休閒的場合 都還滿適合穿這一套 對 像我們短褲也保留了很像西裝的一些口袋細節在這邊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布料跟它整體好像很休閒運動 可是它卻同時保留了一些俐落的元素在裡面 那當你同色系穿整套的時候不會覺得 哇 這個人好懶散或者什麼 你還是覺得它很有精神 對 就好像在穿睡衣 可是走出去別人又覺得還滿時尚的這個精神 對 你可以很快速的出門 這個顏色我也超喜歡的 我會說它叫做大地摩卡色 就是一個很溫和又低調的顏色 對 我們這一次其實有三色嘛 天藍色 對 天藍色很活潑 大地摩卡色 那你會怎麼說的 鐵灰 就是比較沉穩跟稍微酷黑一點的 對 鐵灰 但是它又不會給你太沉重的氣息 這一次三個顏色其實 因為我們平常買衛衣都會 就黑白色 對 黑白色 就有一點無聊 對 可是因為剛好夏天有關係 所以我們有選天藍色 那其他兩色我們就選很實用的色系 所以如果你有黑白西裝 但是衛衣又是黑白就很難跳出顏色 但是如果你就是平常的黑西裝 配這兩色都會很好看 我是覺得這三款顏色就是 不會太高調顯眼 因為畢竟有時候走在台灣街道上 所以有時候你穿太突出的顏色 然後路人就會覺得 你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幾個顏色就是 就像你講的很實用 就是一般我們日常生活都可以穿 那妹現在穿的是比較基本 然後比較素一點 然後又貼身 所以我們就選一個比較寬通一點的大西裝 那配件內的話 我們可能挑一個 不要黑白色系的帽子 可以像一個跟它一樣亮一點的顏色 有一點氣勢感的感覺 對這樣搭配好了 好 這樣子有沒有一秒抓到Yentity的精髓 完全像是Yentity的第二個版本 其實西裝是Yentity蠻重要的當品 因為當時會想要做這個品牌 就是因為我自己會蠻喜歡買男裝的 可是是舒服的大的 那種輪廓的西裝套裝 那其實今天妹穿的這件是我們 副牌顏色系中的西裝外套 所以它材質就有點 有點綿料 我覺得很像在穿男友西裝的感覺 對 然後我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 比較大啦啦的 不做做的女生 所以有時候穿太天生的衣服 我一定會覺得說 我不喜歡這樣綁手綁腳 重點是我覺得 因為妹都在健身嘛 所以其實妹的身材很好 可是如果只是很展現身材的衣服 就是非常貼身一整套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覺得好像很纖細這樣 所以有時候如果搭一點 Oversize的東西去平衡的話 就可以感覺好像更帥 健身越久我就會發現 其實好的身材 你不需要刻意去裸露什麼 本來是穿出自己的味道和特色 把自己的風格呈現出來 就可以 可以做一個真實的 很有自信又很舒適的樣子 那有時候啊 像我們這種運動狂人 有時候我們下班後 我們就想要直接衝去健身房 去運動一波 那應該要怎麼穿呢 這時候我覺得 你可以戴一件襯衫類的 對 我的確需要襯衫 不然那個主管會講 怎麼可以穿這樣子去辦公室 現在好像有蠻多歐美的名人 他們走在路上 也很喜歡做這樣子的穿搭 就是裡面就是一個bra 因為運動已經很融合在他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那這個襯衫我發現它還蠻特別的耶 對 其實你會發現它是 比平常的襯衫少了靈台 可是我們把它拿掉是為了讓它可以前後都可以穿 所以如果像妹說的有時候你可能 就你不想要直接穿裡面的運動的衣服 你就可以配個大襯衫 對 先把它扣起來 對 然後你看 然後還是要有西裝鋪吧 那像我這樣子有一點愛扣不扣也OK嗎 我覺得可以有點認識嘛 就也可以露出一點很漂亮的腹肌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自己啦 私下很喜歡去健身房的穿搭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搭一個小肩背心 然後可以露出一點肩膀啊跟腰部的曲線 那像是這個bra top它是在 羅紋所以它摸起來的觸感是很滑 而且很適合男女孩的是 它裡面是直接附襯墊 所以夏天很熱然後又很懶的時候 然後就直接套上這一件就可以快速出門 那下面的話 看我有時候喜歡穿直接穿黑褲 或者是穿簡單的三分褲五分褲 那如果顯得有一點單薄的話 就有時候我會喜歡綁一個襯衫 或者是綁一個那種比較偏運動感的那種臉帽外套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出門了 那最後啊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婷也很久了 因為我們常常在Instagram上面看到 你分享出來的美美的穿搭照 好像你已經都知道自己的風格定位在哪裡 但是啊我們從女孩轉變為女人的過程中 我們要學會化妝 學會打扮自己 並從眾多的風格中摸索出真正適合自己的 想要請問你也有這樣子的摸索的過程嗎 會而且我覺得滿有趣的是 我相信大家應該一開始都是從模仿開始 你可以先嘗試穿 可能你覺得這個人好像很漂亮的衣服 我們就試試看看 試試看看 可是我相信妹在成長過程中也有體會到 就是你越來越認識自己 比如說你可能一開始還沒有接觸健身到 喜歡健身之後的穿搭一定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越來越知道 我哪個部分是漂亮的 然後哪個部分是我還是不喜歡給別人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過程 就是你在人生的歷練中一定會有很多轉折點 你越來越知道你怎樣生活會更舒服 那我覺得你的搭配其實就是跟你的舒服度 是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你在這套衣服裡面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是你自己 還是說你覺得你是在做一個不是你的你 對 那依照你的建議 很多女孩可能現在還是在黑暗中摸索 屬於自己的穿搭風格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這些女生說嗎 我覺得可以從 真的是從生活裡面去想想看 哪樣的衣服是適合你的生活型態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說 妹很喜歡健身 那我就是一個不運動的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 有時候不知道自己要穿什麼 你就去思考 那你的生活模式是什麼 可能是需要大量活動的人 那你不可以穿很緊身的洋裝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 你的工作就是進辦公司 然後需要很時髦分文 那你可能可以穿高跟鞋 或是很漂亮的洋裝 我覺得這是一個一直在動態跟調整 去變化摸索出自己的味道的一個過程 像我以前啊很小的時候 就是我堅持想要在百貨公司買什麼衣服 然後我一走出來 然後我姐就會說抽死了 然後就真的自信心會被打擊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度過那種黑歷史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庭妍 然後我也很期待我們這次的聯名計畫即將 就是熬過了半年以上 終於要和大家曝光跟上市了 那更多的資訊欄 我們都有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會有完整的公告給大家 那謝謝你的觀看 也謝謝庭妍 好看 好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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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